周百祥是一位台湾青年创业家 来大陆创业生活已有几年光景了 目前他在浙江杭州为他的动漫事业打拼着 记者走进他的工作室 满眼都是动漫元素 原画 手办 忙碌的绘画员工 这里充斥着激情 洋溢着青春 周百祥告诉记者 他四五岁就开始喜欢画画 然后就一直想从事美术 游戏 电影等领域的工作 因为兴趣爱好的原因 所以在专业上还是比较优秀 在台湾众多比赛上也是硕果累累 由于台湾在动漫产业存在一定的局限 比如人口 资源 市场 所以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大陆观摩 便让他有了来大陆发展圆梦的想法 因为这里的冲劲 创业的活力 深深地吸引着他 然后当时大陆就有一些影展的比赛 然后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然后我就开始用很少的钱去做一些影像 跟一些短片短片的剧情 那时候大概是2011年到2012年吧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也是有得奖 然后就有幸就能够到北京等等一些地方去观摩 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到大陆就感觉就是 整个那个冲劲啊 那个创业活力 非常就非常强 就是可能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可能就是 我未来我要如果真是创业的话 我可能未来就是开个咖啡厅吧 我就那时候其实就有预料到 就是大陆在过了四五年之后会有一个爆炸式发展 因为整个大陆环境是非常有冲劲的 周百祥表示 当初在大陆找寻创业的城市 也是经过一番市场调查 最后选择了杭州 而这几年杭州打造动漫之都 推行文创产业也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杭州是很特别的 杭州是早在我在调查大陆市场的时候 就发现杭州是很早 好几年前就是在推行文创动漫之都的这些 就这块资源 其实就有发现到杭州应该最适合我的 那后来我来这边得到这些 算是这种经验跟成功的结果 其实是真的就是如我的预期 提及在大陆的生活 周百祥说 这里面的故事说也说不完 无论创业之初借钱给他的大陆朋友 还是创业中辗转各个城市间 记得他这个台湾小哥的商铺老板 大陆人的温度让他感觉不孤单 到处都有朋友 作为一个动画从业者 他用科幻两字称赞这几年大陆的发展 不管是移动支付 各式便捷的APP 还是城市建设的步伐 最不一样的就是 就是各种支付宝 弟弟打车 我觉得都是超方便的 而且我晚上 因为我们像这种工作很晚的 可能一下子对个小说 对个剧本 对一下子对到 半夜三三四点四五点 就会饿了 消夜就是你随时都会叫得到 你可能楼下店关 但是就是会有 小夜可以送过来吃 对就是很方便 就你也不用出门 再来是交通吧 就像是 嗯 像在杭州 才 才两年就开同一条地铁 对 然后现在又要开同一条了 就我所知 其实杭州是不好开发地铁 因为它地上 它地里面是湿地 很多是淤泥的 是不好开的 但还能够以这样的速度 以这样的工业 建设工业去做 我很羡慕 我就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所以说那时候 我们都在讲说 大陆 大陆绝对就是 全世界最科幻的地方 不用想了 就用可以 不是说科技 用科幻来形容的地方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说 我来这边感触 就是最大的 就是这种感觉 朱百祥目前正在参与开发 绝境IP系列产品 这是他积累八年 创作经历而诞生的 他将中华民族里 侠的精神 传承的精神 融入到科幻故事中 希望他能走入国际市场 与世界列强厮杀 为民族的科幻动画 多添一笔 值得骄傲的光彩 最后他鼓励台湾青年人 多走出来看看 多接触和了解一下大陆 大陆是创业青年们 实现梦想的最佳地 就是你要挑战自我 你要挑战更大的市场 你的野心你的梦想不仅于此 那欢迎你来大陆 目前大陆绝对是最好的 发展的地方 就是因为 他的竞争力现在是 最爆炸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不能再浪费 一分一秒的时间了 要赶快赶快过来这边 对 因为我最建议就是真的是 放来大陆 然后立足世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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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